Hello 神千萬又來了 我今天解釋是什麼 很簡單 你看到我手上的鞋子 就是因為這樣 這個鞋子是皮鎖 為什麼 如果我們不小心刮花子裡 如果我們這樣皮鎖 用這種油打進去 這種鞋很難打進去 你有沒有覺得 很難打進去 所以我有個好方法 有個好方法 首先 如果我們發覺到 怕皮鎖 有種顏色 刨掉了 我這裡沒有打了 OK 靠近一點 你看 很白色 沒關係 我準備一枝 這種大頭皮 然後就這裡 塞一下 我跟你 有沒有感覺 哇 很厲害 嗯 OK 我穿這種都不太很好 找一枝 比較 每個牌子不一樣 所以我就 用這枝 啊 耶穌衣紗 咦 很理想 對不對 啊 還有 關起來 整個牌子 整個都跑掉 這種就是什麼筆 然後呢 我記得之前 有沒有看到 他有一種 好像一種 印不太專軟 對不對 好像一種 很突出來 但是這種呢 沒有這種感覺 我沒有玩過 然後 再拆一陣子 哇 是不是還玩沒有 你看 你看 對不對 啊 是不是還玩沒有 不覺得 他有一種印就出來 因為剛才我用蜜筆 這裡我又用蜜筆 好像一種不夠漂亮 啊 那我然後呢 用蜜筆 這樣 塑衣紗 它比較稀 比較容易滲入 它的皮鞋裡面 所以變成我呢 最大陣子 有 你不大也可以 哈哈 看你自己難不難得 那 打進去 哇 你覺得什麼樣 啊 跟著比較 有什麼分別 分別很大啦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它緊張 怎麼 突出來 好像 有一種 破綻的 看到很完美 對不對 你照一下 照一下 所以我用這個方法 照我的蜜筆 如果你說 我難多 我不用皮鞋 找一支筆 很快的 出都 也可以 我們的手袋 就很簡單 手袋 因為 我們 我們的 手袋 皮鞋 好像 很厚 但是 它的蜜筆 它蜜筆 裡面 好像 擺擺 暫時我找不到 我這裏做皮包 但是我可以示範給你看 其實跟皮鞋的 圓理 刀理一樣 OK 我就抓什麼 這支不是 氣色的 紅色的蜜筆 紅色的手袋 但是我現在用 氣色的手袋 所以我就用這個 用這個手袋 油一沙 油一沙 它擺了很難看 真的很難看 真的很難看 擺了 油一沙 弄它的 尽緣的氣色 整個看起來 皮包不會感覺太焦 而且感覺很眉眼 因為你撕的手袋 擺了 其實看出來 好像 破洞 所以我用這個方法 我跟妳說真的很完美 並且我天天都可以 逼個新的包包出去 用不破為止 哈哈